穆英ừng韓華 Media 大家好嗎 好 然后我还没有恢复过来 喜欢这部片子请出手 讲妈有点扭其难喔 不好意思喔 对你犹豫了 我只好先cue你 讲妈 你今天是妈妈的代表 你告诉我们你看到什么 或是你喜欢哪一个片段好不好 其实我还好耶 因为做子女的都有时候要跟父母沟通 有时候会比较易一点 那像我这个妈妈有时候我会转个弯 我自己往好的放夜巷 因为我当初也讲过 我宁可要两个儿子 我不要失去一个儿子 只要我儿子天然健康就好了 就这样可能就是我比较从小 我比较自私 好 谢谢 我们还听到小妈 小妈是因为很开心 想要两个儿子 所以 因为没办法 我也希望说 我儿子可以帮我们传宗接代 我也喜欢当阿嬷 可是没办法 因为他不是他可以 并不是他一生下来就是要当同志的 他也没办法 那今天像我 我不想当女人 那为什么我的配命就是女人呢 也没办法选择的 那然后我想到这样子 我就会比较好多一点 好 好 抢妈又有自己不想当女人 对啊 来说 他不想抢过别人 因为我儿子会变同 我儿子是同志的话 也不是他可以选择他愿意的嘛 好 所以说 这个就顺其自然 你只要 平平安安就好了 好 谢谢 谢谢小妈 对不起 大家手上已经开始拿到一个 回馈 回馈问卷 那还没有拿到的 请问还有 还有吗 还有吗 没了 意思是说 今天就是 太爆满而已 对 好 那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 一点时间先写 然后 以及如果你们不要上洗手间的话 这样好吗 稍微休息一下下 整天要上洗手间 竟然是那两位 有两间 有两间 之前我有跟他们两位 小小的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要怎么进行 以及你们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名字曲的 同心念 他妈怎么办 这个他 是用女字旁的他 那 这名字其实原本是我写的 因为我觉得 他妈怎么办 就是 比较有趣一点 也可以呼应影片 但是 那时候 导演的方案 改成 女字旁的他 那我心里就想说 欸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 要把这个焦点 放在女同事身上 突然发现一件事 即便今天来的男同事 可能稍微多一点 但是 刚刚提到家人 或者是 身边的议题 好像是女同事的议题 就稍微多一点点 这是一个无聊的发现 谢谢 好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就是我们讨论一下 今天我们到底要把这个焦点 放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 没有焦点 我们没有一定要放在女生 或者是男生身上 我们没有一定要放在 妈妈 或者是这个小孩身上 所以今天的讨论将会是 就是 完全的没有边界 在 我继续往下之前 我想要先问一下 有没有人今天 已经准备好你想要问的事情 或想要说的事情 举个手 让我知道一下好吗 一位 还有吗 还有吗 你是举手的意思吗 没事通常都是有事的啊 好 我真的等大家写完 因为正比及书这个词就是很难 很难在这样的活动看到 就是 以前写过活动文卷啊 通常就是那个 就是鼓一鼓鼓一鼓 然后下面开放式文卷就写 Good 然后 加油 继续再办 然后就会没了 但是 前排 这笔集书 以前你们会遇到这样的话 就是很努力的在写 也会有 有没有感动 还不错 就是 没有 应该是说其实 蛮有趣 我们大概遇到的文卷会 比较分两大种 第一种就是 他会在后面 写了他自己人生的故事给我们 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方便贴出来 所以我们通常看就是 因为我们文卷不记名嘛 所以这个是我想大概就跟那个 匿名聊天室 所以大家讲比较开心 然后另外一种是 比较是 他对于这个东西 他希望他看见了更多不同的面向 对 这个 这是比较多的两种 但是 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 刚刚确实讲 画加油的啦 很好啦 都很喜欢啦 也是有 对 所以其实不一定 但大家确实都很认真 一起 我们非常开心 刚刚是有人在拍摄 好 谢谢 好 谢谢 大家会就是听一听之后 哦 对耶 然后又低头自己写 所以我们干脆就不要把他写 所以就读击他们写的 就是他们写也没有用 就是他们想写出来就会写的 就让他们写到 好 那不如我们就让那个 刚刚想要说的来开始 他不是妈妈 他是姐姐 姐姐对不起我 我是妈妈 我有两个小的 我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那我相信他们不是同性恋 那我的问题是这样 等一下 你为什么相信他们不是同性恋 就是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 几岁 几岁 24岁 那我有请我的gay gay的儿子 就是我的干儿子 他是外国人 我请他帮我文文看 他说 他答案是 百分之百不适的意思 你怎么知道他一步雷达就可以测完 是 因为那个gay朋友和他的partner so the same thing 给你一个参考 大大在这里 好 一群人外界 是 好 真的 那我的女儿 那我的女儿 我可能要 95 那他的五成就是 因为他有很多的 很多的男朋友女朋友 就很多的男性和女性比方 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的同性子 所以我的问题是 其实姓权刚刚有帮我问出来 就是说是男 为什么这出戏是走女车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您选女同志 还有那我们再 就转过来问就是说 为什么不要两性交叉 就是可能是你拍片的那个时间阻挡 那这就是我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看完这出片以后 因为我上个礼拜刚好看到这出片 那刚好有这个议题 我觉得很很棒 我这样会有点 有点不好意思 我可能会对不起 但是 我有感觉是 为什么您要把那个医生设为同志 我觉得在这出事里面他就太满了 这样子 我这样讲可以吗 OK 完美 好 那我一直觉得 如果他不是同志的话 会有不同的说服力 我觉得 我觉得他没有说服力 因为我觉得当他不是同志的时候 他又能为别人设想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社会 应该再多一点点的东西 所以我 我很感谢 那个制片说 其实这出戏是给爸爸和妈妈 其实我 我要老实说我是侄女 可是我 我今年52岁了 我在 我在6月 3月9号的时候认识姓权 我才发现 我好对不起这一群孩子 因为我怎么 我没有open mind 我一直没有 我没有展开我的手背 去认识他们 去多了解他们 如果他们给我 就是我自己open mind 多一点 我应该 我应该我周围 会有更多人可以社会 那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 我是 我的职业是教书 我觉得 这些孩子们都已经20岁了 他们有自己独立想法 可是 我刚刚跟这位小姐姐说 我说 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我就应该把这样的 这样议题再露下来一点 让更多就是 建立她的 我不大会说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她从小一点 就稍微能够和平相处 这点是我想要的 所以久了一下 对 你说露多一点 露下来一点 是 十度的部分还是 不是 就是年龄 年龄就是 我觉得 当二十几岁 他已经要有勇气去面对 他的现象 那其实我听说 很多的小学老师 他们已经可以闻得到 他们的一些东西咯 是真的 尤其 我其实跟一位老师谈过 他说 反而是女孩子的那个 就是女同志的部分 是很需要被慰藉 其实我也很抱歉 跟大家说 我觉得 我很勇敢的说 我觉得男同志 超喜欢 尤其我喜欢新权 可是我很抱歉的说 我对女同志 我的距离是远了一点 这个是我在这个议题里看到的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我 我没有办法 尽自己太大的力气 这样子 谢谢你 姐姐 你确定我不是女同志吗 是 幸全 是 有点又老又胖 不好意思 好 那就是很高兴 每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好 好赞好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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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大家 你们就直接 回 好 我先讲一下 关于今天后面提案的部分 就是 学校教材混 这其实是我们非常希望可以进入的一个领域 可是因为其实两性教育目前都掌握在福晋关手上 所以我们其实从下个学期开始 也会陆陆续续 例如说在张师大中周 朝阳等等的学校有一些就是教育单位的合作 对 其实朝阳本来上学一教 但有一些状况的话也要下学期 对 那基本上就是 学校单位的很多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 还有那个台南的一个国中 我有一点忘了 反正就是 其实陆陆续续续有些学校 待会有人来跟我们接洽 那我们其实都会非常乐意 这是第一个 然后关于那个小学老师的话 我妈是小学老师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年代不一样 就是 在他们那一辈 他们其实不会 对 他们那一辈 对 她说我妈55岁 所以他们其实不会想太多 然后关于片子里面 所有就是大家看起来 觉得兴起不怪的事情 其他都是真人真实 我要先讲一下 例如说关于开头 最多人会问说 妈妈怎么可能会有小孩Facebook 嗯 我公布一下我妈的电话 大家自己打电话问她好了 其实我至今都不知道 因为我从小让她说 我照顾我妈都我的密码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至今无解 无解啊 到现在 我片子拍照 我妈看完也没有要告诉我意思 我其实很困扰 对 然后有人觉得 宝贝那段很瞎 不好意思 我真的有朋友是这样过关的 她就是 爸爸已经走非常多年 然后一个Leftman 然后她妈妈就是 真的是压着她 那个 当然是她比较温暖一点 那个真的是压着她 跪下来 爸爸面前的宝贝 三行杯啊 就过关 对不对 这个没话讲嘛 她妈从那天开始 就没话 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 那虎娃醉其实是最多的 这个故事最 这个片子最早期的 就是我有一个T的友人 在出櫃那天喝了虎娃醉 我觉得太好笑 然后本来是很不道德 把她当消化罩就讲 结果我发现 怎么大家都很伤心 所以后来就 一人串就尾巴了这个故事 然后 但我有点忘了她的第一题是什么 为什么是女生 对 没有 其实最早的时候啊 这个规划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 因为受限于片场 的确受限于片场 我们其实非常清楚知道 我们不要说讲到双性 就是说 不要讲一个gay跟一个lesbian 我们光一个lesbian 然后她的爸爸妈妈 两边只要三个人存在 就是九十分都跑不掉了 如果再来第二组 我们可能要开影集了 真的没办法 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先设定了 就是只能有 妇女 母女 父子 母子 这四个选择 我们没有办法多出现一三个人 因为很多 就像刚刚现场很多人提到 其实爸爸妈妈对于真心的意见 是相左的 我在家那个 那个本身就可以三十分钟了 对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里面 我们列出了这四个选择之后 我们就是讨论一下 发现 父子的部分 其实相对来讲 在台湾 男同性恋的影片 或者是文学或创作 其实相对于女同性恋 是比较强势的 也比较多 例如说大家讲到gay跟人 就会想到孽子 想到17岁的天空 阿巴巴巴巴 可是其实台湾 好啦也是有刺青啦 但是我觉得好像到分类似人 没有很喜欢他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觉得说 好像相对来讲 女生比男生少 所以我们先选了女生 对 接下来是母子跟母女 我们后来就发现 我稍微做了一下简单的事 跟就问了某一些朋友 都发现 相对来讲 这四条关系线里面 其实母女是最容易被接受的 不管男生 不管女生 对于母女的情感的理解 都比较容易 另一方面是因为 其实社群人变长 有一些行为 他其实是需要比较直接的 我比如说 我觉得男生的世界 其实比较是因为有纤纤结 女人是比较容易上演 崩溃痛哭 然后 抓狂或戏 就容易了很多 可当然就是说 这个故事本身 节奏有一点快 就没办法 可是就整体来说 其实女孩 open mind的机率 比较高一点 就我觉得比较多父子 都会两个沉默 我跟我爸其实就一样 我们两个常常会一起喝啤酒 可是我们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有这样子的终结 所以我们最后就选了女女 对 所以我一次回答你两题了 对 就对 为什么只选了一个 然后以及 为什么是母女其 大概就是这样子 第二个就是医生 喔 医生的那一个呀 其实我们那时候有想过 我们在剪接的时候 有一定有把他拔掉过 因为确实这个事情 一直有一点争议 就是说 怎么可能世界那么小 不好意思 世界本来就是这么小啊 你其实很常 你都在认吗 你说很多故事里是真的 但这也是真的 这个故事当然 这个故事不是真的 因为其实我们身边 并没有一个真正的 所谓的海伦他妈 这一个人存在 我们只是设计了一个 这样子的角色 然后把所有倒霉妈妈们 遇到的人生倒霉事件 都放在她身上而已 那可是确实是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故事是 有一个妈妈 她就是在很烦恼 想说我孩子怎么事 然后非常痛苦困扰 然后讲了什么别人为名 之后发现她的好朋友其实不是 那当然没有那么巧说 她也是医生 然后解释是不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那个故事 让我们讲得很深 是这个妈妈本来很 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她在经过她的朋友演示 就是朋友的同理心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很多妈妈而言 你跟她讲就是别人家的事 简单说 老爸 其实有点这个味道 其实有点这个味道 可是刚刚听到是她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就好像这样 我们已经不是上一辈 不是那种 我听到同学人家大死的人生了 现在比较弱是 别人嫁小孩可以啦 不过你不行 所以其实我们本来最早的设定 这个角色 其实有点这个味道 就是妈妈 你对于这个妈妈 因为其实这个医师 比较小一点 这个妈妈跟这个医师 本来的设定 其实比较像母子 可是演起来有点不像 就是人生嘛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里面 其实我们的设计 就比较像是她差的朋友 你本来在听你的孩子的 所有痛苦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父母亲 与孩子之间 还是有她沟通上的障碍的 我们会有很多时候 就是以老卖老 尤其当年纪越来越老 越来越发现 难免会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其实她在听到朋友 或听到一个 跟她无关的人 同样在诉说 那个悲伤的时候 她反而比较容易有同理心 对 虽然说我们一度把它剪掉 可是我们把它剪掉之后 买给大家看 大家都觉得说 骗人啦 妈妈怎么可能会接受 就是如果今天没有这个 这个儿子的世界 只有前面那些事的以下 妈妈是不可能会接受的 所以最后呢 虽然就是医生出现 就是会被大家感觉 说 诶 怎么可能世界那么小 但世界偶尔难免会那么小嘛 那 比较感动比较重要啦 大家就不要太计较 开肥喔 我要回馈到那个 那个医生事件 我必须说 在我上 上两个礼拜去看台北 看医生会回来 我坐火车 其实就发生这样一段时间 我坐旁边就是个妈妈跟我聊 就不小心就聊到同志 他也 我不知道他的状况是怎样 他只是一直问我这个问题 然后他说 他不知道他怎么办 接受他儿子 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讲 他一大堆 他好像 到后面其实是 接受的 对 他是认同的 其实这算是 有发生啦 对 是有案例的 所以意思是说 妈妈到底会不会接受 就看到妈妈走出家门的那一刻 会到的是同志 所以要拿双脚啊 要记得拿一下双脚啊 要记得拿一下双脚啊 对 平常不要跟银鱼的关系交二 对 要出柜的 就是 你们今天有个绝渣 最后来说 我还不认识那个妈妈 我没有套过 我真的是 地球就是这么小 刚好就是遇到我 真的 你自己不是有想要说什么吗 我必须说 这部片 我刚刚很大感触 因为 只是时间前后不太一样 因为 海鲁妈是因为知道了 她的女儿是同志 然后后面去 后面 就把她 就是想要把她掰歪回来 这样子 我妈不是 我妈是想要把我掰歪 然后她就放 她就不行了 放弃了 然后才告诉我说 我知道你是同志 你还没有出柜的时候 还没有出柜的时候 我妈是试着想要把我掰歪回来 我感觉到她好像知道 掰歪 掰歪 掰歪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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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下一次 导演可以拍一部 妈妈就是想要掰歪你 谢谢 谢谢 有没有人想要提答论 那个医生 现在的时候我就有猜到说 她有可能是同志 结果竟然被我猜到 她有一句Joanna说 你是不是闻到了 我是看到了 看到什么 她当医生的举止 举止 对 对 这是借的行为 对 她同法心了 法心可以辨认 但是我觉得她所有的 寒谷其实没有 我觉得 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 懂意吗 所以我 法心可以辨认 但是 寒谷 我觉得还好 好 我来代替八位一个问题 这个医生是 他有可能特质是这样 还是你们有特地 特地去帮她塑造出一些 不一样的部分 其实我们当然 就是在演员挑选的部分上 一定都先前 我们一定会先 先挑好 对 就是 因为当初在 这个角色 她 我们当初设定就是 我们希望她是一个 妈妈们都喜欢 就是妈妈们就觉得 这个男生 如果我有女 我会希望 这个 她会变成我女婿的 那样子的类型 对 那这种 就是 如果检测一点 就是湿奶沙手之类的 就是 因为 我们当初在 后来再找到佳奎 就是演医生的 这个演员 那 我们在跟她聊的时候 她在现实生活中 她真的就是那一种 不知道为什么 朋友们都好喜欢她 喜欢到就是 她连去租个房子的家 都去弄 降很低的房子给她 然后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关于这里 我们都要讲一下 所以我们真的 TA不是年轻人 因为所有年轻人都会理解 可是我放给妈妈们看 妈妈们说 对啊 她看起来就很乖 我就没想到哪里 我而已 因为我们每一个角色 我们都有去 你知道就是 事聊过 对 所以意思是说 刚刚我们不是说 要安排安装在门口吗 因为那个 安排在门口 那个人就要长得像 大概是这个样子 没办法 起来让大家看一下 建立一下 好 好 这是技巧二 好 接着有没有人要说 或者想要发问 时间不多喔 听说我们今天最晚 只能到九点半 现在是八点五十分 我看到有人举一半 然后表情非常的 我跟你们说 每一次都是这样喔 一开始大家都不举手喔 然后到时候每次都比我们留下来 可是我们要赶高点回家 其实比较晚 你赶快举手 快举到大家 有啦 我看到有人举一半 然后说 说吗 好 呃 我觉得这个片子很好 还还 还 还满感 而且还满有 还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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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今天赶不来喔 那我在想说 因为 你刚刚说很赶 就说 不是 因为他刚刚讲到我那个 鞋子 那我们回 他讲到你的鞋子 我们回 不好意思 我提醒一下 因为我刚刚回去 哎呀姐姐穿我白脱 然后他就说 他就给我很赶 对 对 对 我很赶是 不好意思 我今天穿的 不介意 对 我比较在乎 能不能看到好 好东西 那 我的问题是因为 那个 我以前 我很久很久以前 有遇到一个朋友 然后他跟我讲说 他是双 他是 双性恋 他是双性恋 然后他 他有一次透透我说 他说 双性恋在这个世界上 不被 异性恋接受 可是 也在双性恋 也在同性恋的世界 不被同性恋接受 所以他们是很少很少很少的那一群 可是我就觉得是说 其实 同志议题 就是你不管是男同志议题 还是女同志议题 相对性会多一点 可是双性恋的议题 就真的非常少人讲 因为那个时间已经过了很久 我不知道到了这个世代之后 双性恋的处境都没有再变 因为我很久以前 有一个男同志的朋友 他是那种 抑郁型的 就是 每天就缩在角落 然后眼泪要 滴出来的那种型 怎么跟他却都没有用 很讲 就讲到最后 很讲一巴掌打死他 那一种对头 可是后来过很多年之后 我甚至有遇到 有新同志来上班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嗨我是 Gay 对 我是Gay 我是同志 我有爱的 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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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一個關於探索雙性戀是什麼 構成什麼樣世界的 這當我想到我好像十七八歲那時候 就是有一次在網路上 我的學姊 我的雙性戀學姊她寫了一個狀態 我接到現在都覺得她講了 那個大概是她的心聲 她說她覺得雙性戀是異性戀裡的異類 同性戀裡的叛徒 對 那個時候其實大概十幾年前了 那個時候的環境確實是比較封閉一點 那我覺得其實在這十年以來 到現在為止其實大家 就像今天現場已經有人可以明白 在那裡說我是雙性戀 我是跨性戀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同性戀 一定是雙性戀 其實大家其實現在都比較可以 open mind去分享這件事 那當然第一個是整個社會氛圍 因為其實隨著網路的發達 大家比較能夠找到自己 找到跟自己性質相同的人 在彼此聊天或是探索的過程裡面 會比較容易發生自我肯定的部分 但是關於你剛剛講的那部分 我覺得這跟人的習性有關 就是從我們這片來講 我們這個片子裡面 其實幾乎沒有純種同性戀 幾乎 只有一個 我們全劇組工作人員四五十個 只有一個是純種同性戀 其實他幾乎都是異性戀或雙性戀 那尤其是最有趣的是我們的編劇 我們編劇是一個標準的異性戀 而且已經結婚多年 所以當初我找他的時候 我還記得其實很多的長輩 或者是老師們其實有踏法這件事 就覺得說 你怎麼會找一個異性戀 來寫同性戀的故事 可是我覺得 我想問這樣再說各位 應該沒有人覺得他寫得不好吧 我個人覺得他寫得蠻貼切的 對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的條件其實很簡單 是因為我們當初做這個決定的時候的理由只有一個 我覺得人啊 沒有什麼人可以拿自己的傷痛出來 就是大做文章 太為難了 尤其是做為一個標準的 我認識比較多的東西 因為其實是 他在青春期的時候 因為他自己的很多的困擾 因為我們那時候我們還不那麼發達到 他太多的困擾 所以他會有很多很多的傷痛 他會有很多很多的防備 他會只要人家一講到這件事情 他就比如同刺位一樣 對 那他怎麼可能可以寫出這麼自我條件的劇本 對 可是這就是人的習性 其實人都只會看到自己的 看到自己的傷痛都放得特別的大 看到別人都覺得特別的小 所以其實我覺得雙性戀也沒過那麼慘 我真的比較佩服其實是跨性別 因為那個是身體心靈上面 雙重都需要去調是去跟社會溝通的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雙性戀 根本沒有出貴的問題啊 因為管理屁時 因為沒有人會發現 雙性戀不像同性戀 我覺得相對來講 同性戀比較辛苦一點 是因為你在尋找伴侶的過程裡面 你一定會有那個 真的比較標準的自我認同 我認識大部分的雙性戀 其實都是想了半天 他可能先跟異性戀了之後 或跟同性戀了之後 某一天發現 另外一個我也可以 然後很多媽媽們不能理解 我後來有一天 就是去熱心的時候 講到半天就會想出一個 我覺得好棒的比喻 其實那就跟牛肉麵和滷肉飯一樣 你會因為今天吃了牛肉麵 因為明天就不吃滷肉飯嗎 不會 那可是我們可能都有偏好 例如說我真的比較喜歡吃牛肉麵 或比較喜歡吃滷肉飯 那在情感上面 大部分的人其實是比較極端的 可是 你不能因為這樣 就是說 有一個人喜歡吃牛肉麵 或滷肉 有同時他喜歡搬在一起吃 有哪裡有錯啊 對 那我覺得相對來講 因為雙性戀其實 他比較沒有那麼大的生活眼光 我認識比較多雙性戀的困擾 都只有一個 就是我要不要告訴別人啊 因為他可以不要講 所以光明這個事情 其實在這個階段來講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大的需要 被拍出來的需求 對 因為今天我們做任何的影片 他其實都一定會有背後的目的在 例如說我們做這支影片的原因是 我們發現很多媽媽都有這個困擾 就是他不太知道 他沒有資訊的來源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曾經試圖做過這件事情 就是請你回家 幫你的Google登書 或找一台公共電腦 做到最登書之後 你去搜尋同志跟性 因為大部分的長輩 對於性別 性相這件事情的 第一直接的認知及之性 你去Google這兩個字之後 你看一下你看到的那些東西 這就是你的父母 如果有一天懷疑你去Google的時候 最容易 最有可能看到的那些東西 我只能說就是 A片網站的錯誤失敗 就像我們一般看正好 一天一人告訴他說 沒有 異性別也不是那樣做愛 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爸爸媽媽沒有辦法想像 沒有辦法理解 他沒有出口 沒有討論的對象 我們其實是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發現 他們好像有這個需求 因為我從10歲開始 就是我身邊就是開始出現 第一個銅線作為人 甚至被銅線包圍 然後被包圍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大家被爸媽抓包之後 爸媽不罵他 就都來學校罵我 所以在他們罵我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聽到了很多爆媽媽 我覺得你怎麼會這樣想啊 就像例如說 我有一個踢著有人 就是這部片那個 紅花劇的苦主 她真的是 前一天晚上說 跪了個天一早 剛剛那邊紅花劇 一個禮拜後我去她家做客 因為我常去她家玩 坐下來之後 她一進房間 她媽媽第一句話 劈頭就罵我 你怎麼沒有阻止她 我心裡想說 哎呀我還沒認識你女兒的時候 她就已經是個踢了 你怎麼會怪人呢 可是我後來才發現 喔 我就經由跟這些媽媽們 不斷的聊天的過程裡面發現 媽媽們其實是知識品化的 她們沒有辦法 她們不像我們 就是我們比較會用網路 我們因為有那個需求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就太多了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找得到 很多的同伴 找得到很多 欸你想一下如果 你反過來你是一個媽 你的小孩是 你其實不知道 你要去哪裡找同伴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才會蒙深的覺得 你要拍一下這部片 因為其實她們 才是真的有這個需求的 所以在我現在的認知裡面 我覺得雙系列 目前沒有這個需求啦 跨性別 因為我真的沒有那麼了解 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理解 真的太少了 所以我 目前也不會想 所以我才會說 我想要拍老gay啊 因為我們就是有一天 遇到一個老gay 我覺得那太精彩了 就是有一個老gay 跟我說她兒子是個gay 然後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覺得好有趣喔 太有趣了 然後我就說 why 因為我跟她是一個 在某一天下大雨 其實我要走了 她也要走了 我們在某一個同事場 遇到 我們去放完片之後 然後下大雨 然後我們倆其實都想要走了 然後就被大家留下來 因為下大雨走不了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上禮拜剛離婚 然後我說喔 可是看起來不太開心 因為她就跟我說 她是孤兒瓜子 然後他們家 我後來才知道他們家其實是那種 在大道成很有錢的家庭 所以她一定要有子嗣 要繼承家業的人 她講了很多精彩的故事 給我聽之後 到最後我就沒有辦法理解 她說可是她兒子是個gay 她兒子在 她雖然前一個禮拜離婚了 她很開心 而且她跟她男朋友這樣 往三十幾年 感覺很好喔 對 但是她自從那天知道 她兒子是gay之後 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她說她在情感面上 她在情感面上 她完全可以理解那種 不能出櫃的痛苦煩惱 或者是怎麼樣 可是她在理智面上 關於傳宗接來這件事情 她根深蒂固 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這個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趣 而且這個很實際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她兒子單身嗎 她兒子 不知道 因為她爸爸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也沒有 不願意告訴我們 但我們後來再結論是 同事戀真的是遺傳 因為他們家三個小孩 三個全部都是 我們就說 基因強大 這真的是基因強大 對 就是這樣 所以 她兒子是不是單身我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說 那個爸爸長得沒有很好看 所以她兒子可以 不重要 到底錢重要還是長得非常重要 錢都重要 謝謝 我們做人不能這麼膚淺 對 他好像話想說也很好 好 對於跨性別 我自己親身有一個案例可以分享 就是 因為其實我大學 我剛進大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一開始我就跟著我的學長見翻 他們就要搞一個什麼文化研究社 然後我也沒有出了進去 然後進去的時候發現 就是執裡面呢 執裡面有非常多的族群 就是同事 就男同事女同事 跨性別跟 呃 男同事女同事 對 就是基本上影響到的都有 然後跨性別裡面還有分 male lesbian 或是那個female gay 對 就是 我就發現 我覺得那一年的時間 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那個衝擊是關於視野 然後還有就是讓我去親身的去瞭解到說 這個世界真的是彩色的耶 它不是非黑即白 它是有很多光譜的 然後 我們只是不曉得 那而且 像我就說現在有很多 大家會說 現在議題越來越開放或什麼的 或是說 現在你們怎麼越來越多問題 對很多人來說 他們沒辦法接受議題 這些現象或事實的時候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狀況來說 我反而是覺得說 其實這些事情本來都在的 這些人本來都在 那 只是因為現在的資訊 或是說 現在我們有太多太多的平台 可以讓我們非常及時的 去接觸到這些訊息 這些知識 那 OK 我剛剛講到說 有一個自知青春的基地是這樣 就是我有一天接到一通電話 是我爸打給我的 然後他跟我講說 欸我給你講件事 反正一開始 因為我爸就來跟大家跟我聊天 然後他一開始就 跟我先扯啊 你幹嘛什麼 他今天又幹嘛 這樣 然後他就常來跟我說 欸我給你講一件事 我說喔你說 然後他說 啊你不要嚇到喔 我說喔 你說啊不會啊不會嚇到 他就說 但我先走了 給我先試一檔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你記得那個某某誰啊 就是那個誰跟誰表姐啊 這樣子的 我說對啊對啊 欸他最近怎麼樣 我說喔這樣啦 就是他最近 他想要變男生啦 然後我說蛤 什麼意思 他說喔 他想變男生 我說是喔 哇 因為其實我這個表姐 我從小就覺得他很帥 他真的很帥 對 就是那種真的是很 很俊美的那種女生 然後我想 蛤 想說我覺得 可以可以帥 有一點點 公主要聽上來了 你很帥 但是因為他就是 他從小這種功課非常好 然後就是又高又收長 然後打乒乓球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覺得欸他好帥喔這樣 然後可是後來他就跟我說 就是 呃 他想要變男生 然後其實 我覺得 我那個下午心情其實很複雜 我覺得那個複雜的是 就是 就是 不管說以前 以前就是在學校的時候 就遇到 這些 朋友們 因為其實後來就跟他們很好 然後 我也不曉得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在社團就是 有一些人有趣就不知道 大家都喜歡跟我講心思的 對 所以就是 可以就是更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後 但是我也覺得 OK就是這樣子啊 反正我身邊很多朋友是這樣子 我也覺得沒什麼 可是我覺得我那一天下午 我覺得那個衝擊很大的點是說 我怎麼現在才知道 就是這麼多年來 就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他一定很辛苦 然後 那個時候就是 我有在問了我爸一些就是 那他現在的狀況跟過程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 就是 他現在就 已經開始在打瘦爾蒙 就是他已經 其實他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其實先前我也知道說 他就是離職 然後我也以為他有別的 就是可能有別的人生目標或什麼 就是他現在已經就是把自己準備好 要去做的東西 然後他當時在跟 跟他的媽媽說 其實他媽媽是非常崩潰的 但是 但是其實我很慶幸就是 我覺得我們家人都還有趣 就是好像他們 某一些部分好像都還蠻伸展的 所以就是他們在後來 就是他們在面對這件事情的速度 處理跟反應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然後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最有趣的點是這樣的 就是 OK 我後來跟我爸說 喔我覺得很好啊 就是他 他 我覺得只要他就是準備好了 那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那我覺得我都會支持他這樣 然後結果事情就來到了 後來我爺爺過世 喪禮 然後喪禮那一天 因為我們家示範道教的那種葬禮 所以就是你知道大家都會來皮膚帶上 然後 我了解也回來了 然後那個時候他已經就是 因為其實女生如果要變男生 他要做三個階段的手術 他其實前面會很複雜 然後幫忙做三個階段 其實是很辛苦的 然後每一次的手術都很半長很危險 他那時候剛好做到第二個階段 然後我就跟他聊天 那個時候我已經我見到他 我就已經改過腳踏都不夠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聊天 然後還跟我說 他說 他其實他從小還都知道他喜歡女生 但是其實他心裡面也知道 他不是同志 這是讓他心裡非常複雜的 讓他很糾結的一個 一個過不去的過程這樣 然後我們就聊了一陣子之後 然後說你對啊 就是現在就過程算很辛苦 可是他覺得他要做 在他有一陣子裡面 他是要完成這件事 然後他也很 他也很謝謝 就是他媽媽願意支持他這樣 然後我們聊完之後呢 外面的骰公就開始說 欸好現在那個大家要出來 就是要出來那個站旁邊 就是要有一些儀式或什麼的 問題來了 他要穿男生的還是穿女生的 我們真的當下 我們真的有點想要想要對耶 糟糕他 你現在是要穿男生來穿女生的 然後 後來就是糾結了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他 他就拿了男生的笑衣 披了就上去了 我覺得你要 你試著想想看喔 現場你這麼多的親戚 然後 大家 大家都站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其實在那一刻 我真的眼淚就掉下來 OK 我覺得我先做人 借你秀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在那個當下就是 我覺得說真的 我看到一個人 他想要成為一個人的決心 他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讓我 讓我 我覺得影響我滿多 還有就是我覺得我家人的 給我的反應跟態度 因為後來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跟我爸 就常會瞎聊 我爸很奇妙 他有一個很奇怪的腦袋 我們常會了解奇怪的事情這樣 然後後來 有一次我們就聊到 有一次跟就是 喜歡男生啊 喜歡女生啊 這樣子的問題啊 這樣子 然後我就問我爸的看法 我爸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 身體是身體 靈魂是靈魂 身體跟靈魂 不要打架就好 好 我覺得大家比較沒有辦法想看 他長得什麼問題 他爸爸是在高雄石化區工作 像工人 那種頭圓圓 然後會出來就是 就是 會雕個燕 然後就 穿個拖鞋 就會出現在 就是你在路邊看到他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阿伯 然後而且是做工的那種阿伯 對 然後再當他你知道 以那種非常粗魯的聲音說出就是 身體是身體 靈魂是靈魂 不要打架 然後就 你知道他 跟我聽我說 我聽起來有點遲換 是那個配音嗎 但是我覺得那個其實重點是說 那是一個父母親的寬容 其實 小孩子的個性 受到父母親的影響 絕對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 你爸媽媽沒有這樣子的寬容 你的孩子其實自然很難 那他自然很難 當他面對 他自己的 就是身體過靈魂打架的那個過程 其實是 怎麼樣解套 其實那 我覺得那兩邊都是一個謀客 對 我們現場也會跨性別 性別了 欸 人呢 他本來也想會他 對啊 你不要讓我們cue一下 你不要講一下 你完全不波折的人生 就是 幾分鐘 五分鐘 簡單地說一下 欸 我需要再過去嗎 要 有 嗨 嗨 我為什麼就後面再cue出來了 他本來也沒有一個 不然這樣 好 好 這是謙虛嗎 你從來沒有再謙虛的 沒有 其實我真的很想說解就是美 你不然你們是不是 還要換個白眼再來一次 我後面聽出來其實我不知道要分享什麼 因為簡單來說我人生沒有遇到很大波折 你知道人類嗎 就是 就是 稍微會順遂一點啦 可是我覺得可能就是我不太在乎別人的眼光 所以我可以就是坦蕩蕩的孤寂的生活 對啊 你怎麼這樣子夠 就是不在乎部分其實是有 有讓同人們困擾到嗎 我真的是不在乎到別人到底有沒有困擾 我都覺得不可以 那你今天要做手術的時候 你爸媽有什麼 他其實沒有手術 我沒有手術 那你就是 你現在這樣子的 那你爸媽有做什麼 嗯 他們還年輕的時候囉嗦很多 可是我爸現在老了 他就說 你高興就好了 欸 欸 你現在身為保護 我有漂亮 嗯 他始終覺得我長得很像他老婆 對啊 我覺得他心裡是驕傲的 那我瞭解了 是 好 謝謝 OK 謝謝 我們今天可能最高十關高 我有個人想要問 欸 是你嗎 欸 線上有網友想要分享 喔 線上有網友 我們還有開罵無愛的 欸 什麼無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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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沒有說那個奇怪的好話 是 欸 他就是說 很多人都認為 雙性戀是一種狀態 或是一個 異性戀變同性戀 然後同性戀 變異性戀的過渡期 但是雙性戀也是一種性別認同 然後 他是女生 他也是雙性戀 然後他媽媽也知道 可是他沒有很擔心 因為他覺得 反正我異性也能喜歡 那最後一定也可以找個男人嫁了 然後 欸 我自己也要分享一段話 就是那個 綿花棠的那個 審慎者說過 就是 綿花棠是 是可以吃的嗎 欸 不是 他是一個 獨立樂團 他都知道啊 時間是給大家聽的 然後他就是說 找到對的心靈伴侶比性別更重要 好 謝謝 然後同志加油 謝謝 不要亂講 那這個 那這個 就是畫人的心情是不是蠻低的 這樣 你說他嗎 就是心靈 就是找到對的心靈伴侶比性 欸 關於這件事情 我個人都是有一個問題 不一樣的看法 對就是 心靈伴侶很重要 但是性的伴侶也很重要 我真的看過太多太多了 Gay還好 我覺得Gay真的在處理性 就是身體用件性別女孩子 誠實太多 就是麻煩各位Lessie們 就是你 一定要好好處理 你跟你的伴之間的性的問題 我真的遇到太多 對就是到最後 我沒有辦法走下去 唯一的理由就是在 常識不合 因為其實女孩子之間 要變成 就是愛人 這樣講好了 Lessie們跟虧妮之間的距離 其實有時候是蠻近的 因為尤其是 當你就是兩個 常常會生理痛 會在那邊敷熱水帶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就變 很好朋友的一個狀態 可是當好朋友 你知道因為 Lessie們做的時間 其實是一般的兩倍 你來一下 他來一下 就變double time了 所以當這個當拍照 其實裡面其實久了 你知道工作久了什麼 都會累 就會偷懶 不然為什麼 國外有這麼多 關於死狀現象的研究 1980年代 就要開始研究這件事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在的 就是請大家 在找到幾人 靈魂伴侶的時候 請不要不略 讓他在身體上的需求 不然你可能之後 就真的成為 柏拉圖靈魂伴侶 這樣也是不好 那那個 可不可以請製片 教大家 怎麼樣維持 性承諾 我必須講白的說 我覺得就是 你不要偷懶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是真的 就是 對不起 這是一個 好夢告訴我們 要侵奮的概念 是不是 我這樣講好了 我認識的某一些 Lessie們有一些 很奇妙的現象 是例如說 他會跟我聊到說 他已經可能兩三個月 沒有跟他女朋友 有性關係了 然後我個人就是 因為我個人 是一個人比較從事 這樣就是不臉紅 不會害羞 就大家都跟我講 後面我都覺得 我要不知道該怎麼辦 的時候 就是他們就跟我說 我說那你怎麼解決 他說 我就自己來啊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跟他的 另一半做 要讓單方滿足 可能就要三十分鐘 到四十分鐘 你從前戲開始要做 其實這不誇張 可是你自己解決 可能三分鐘就KO了 因為其實人對自己 的身體是瞭解的 所以我才說 那是一個不要偷懶的人 就是 因為大家真的工作有時候忙 商壞有時候累 那 尤其是其實 很多的Lessie們 是住在一起的 因為女生其實 用室友名義住在一起 非常容易 當你住在一起久了 其實真的要花一點力氣 知道一下約會嘛 就是 偶爾要約個會 偶爾要給鼻子 知道一點情趣 那 可是說真的 你每一對要怎麼知道 情趣或約會 我不知道 因為大家的人生需求不一樣 或者是Lessie們 就是喜歡去看電影 然後在電影院來的那種 就是 你要我跟他說什麼 就是我可能說 拜託你們兩個早先去看電影 對 然後有人就可能喜歡玩具 有人就是覺得玩具 很噁心 所以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怎麼樣才是最好 因為Lessie們的需求 就是太奇怪狀了 千幾百怪 但是我不是問你所知道的 而是 我以為你說我所知道的 但我會告訴大家什麼 你剛剛不是說 你可以很大方的分享 我可以很大方的分享別人的 但我不能很大方的分享 自己就太為難我了 而且現在網路直播的時候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個人對網路的極端的恐懼 建立在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一如剛剛我們看到的 Facebook那一段 我的媽媽是一個非常非常善於使用 非常善於使用網路 到一種恐怖的什麼地步式 我一輩都記得 陳冠希營造事件的時候 對 陳冠希營造事件的時候 然後呢 因為她說種子穿到30分鐘的KO嘛 我們家三母女 就我跟我媽 我跟我妹 三個人就開始比賽 看誰抓到的多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那個時候好像最後流出是510幾張 我媽抓了400多張 我後面只抓了220幾張 所以你們可以理解了嗎 我媽還會突然去告訴我說 我抓到種子了 種子被刪了 所以我現在剛剛一跳 網路直播的那一刻 我突然覺得冷汗很流 我媽現在在錄影 我要怎麼辦 但又沒有她剛剛 都沒有把你訓給我 那你不用擔心 因為那些人應該是我 是我問出了剛剛那麼多問題 所以 好 謝謝你 請你叫我 下一位 五三五分鐘 我想要問你們的影片拍出來之後 有沒有一些媽媽看到 然後那些媽媽 有沒有跟你們分享說 他們看到有沒有因此的反應 所以你想要知道媽媽的反應是什麼 然後發生什麼效果 因此而改變喔 你看完片 你現在有因此改變什麼嗎 片男兒 但看完媽媽的反應有 有 真的有媽媽就是 就是 她不可能現場內流滿面給你看 但她就是語帶哽咽的 以一種就是非常陰切的眼神 只是她沒有抓起你的手 然後問了你非常多問題 那一刻其實我們也是很努力的去面對 因為你其實可以想像她 我剛剛 我們遇到的比較多的媽媽 其實父母親是在同事單位遇到的 那其實當他們願意來 願意坐下來一起看片子的時候 其實他們通常已經是 花了至少五年以上的時間 去試著理解這件事情 所以當她看到的時候 我有一個媽媽就是說 她覺得她很像看她的悠悠班 其實那個媽媽講話 我有真的讓我認真思考 她說她覺得海文很像是她的人生經 她那時候已經 她女兒已經出過十二年了 她說但很像是她女兒 跟她出櫃的她的前三年 她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最早的心理轉折 從三年被我們農投到三十分鐘 對 那可是隨著這個過程裡面就是 她後來其實有很多心靈上的轉變等等 是三十分鐘真的講不完的 所以她那時候以一種非常陰切的眼神 看著我問我說 可以變成影集嗎 我跟她說 可是我有非常認真 我有必須非常認真跟大家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其實同志電影在台灣市場 真的太少了 那電視台的政策一律都是往大陸發展 所以那時候 有一次之前在這邊 是在GD那一次吧 那時候世間情搖停練 就是演著正熱練的時候 我都鼓勵大家 請你務必要寫信去電視台 你要告訴她你希望看到什麼 因為這就是所謂 當電視台一直把 所有的責任都怪給觀眾的時候 請你務必發揮你的公權力 PTT的台劇版的影響力 真的比你想像中大太多了 然後世間情的影響力 也比你想像中大太多了 因為你的媽媽可能是看世間情的 她不會來看海倫 不可能的 可是她看世間情 然後我跟妳講 在爸媽心裡面 電視也有寶 這件事情對她們而言是不一樣的 這跟她看到新聞上的社會事件 是不一樣的 對我們有聽過很多父母親 在看了聊天電之後 有開始願意想一下的想法 因為我會覺得連電視都這樣演的 應該是真的不太一樣的世界了 對所以就是 媽媽們有沒有即時性的轉變 我覺得我不確定 但是她對於媽媽們 有一些心情上的影響 我想應該是多少有的啦 對 好 我們時間其實到了對不對 總理 她 我感受到你要衝出來了 她衝出來之前 聽到我講一下兩件事情嗎 對不好意思 我們要工商服務主題 就要暫停講 就是呢 其實我們DVD 從今天五月本來說 要發發發發發到現在 終於在這個禮拜進了工廠 所以我們基本上 九月中的時候 就會有DVD的部分 那如果你喜歡的人 歡迎你回家 就是 Ki-cha海倫他媽四個字 就會有粉絲卡 然後就可以按讚 按讚之後 你就會收到我們 我們到時候發的時候 我們會發信告訴大家 我們的DVD發行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是從九月一號開始 到十月三十一號為期 這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在台北的雙聯捷運站 那邊有個比較微裙的甜點店 我們會做一個攝影展 這個攝影展其實是 立基於其實就是 就像剛剛大家看到的 對 來的觀眾們都是年輕人 可是因為我們想要 拍給媽媽看 所以我們非常慚愧的是 其實吸引跟 人家有很多好的畫面 被我們剪掉了 那我們就是 心裡面抱持了滿懷的愧疚 所以然後所以在後來 在溝通過程裡面 我也發現 對於爸爸媽媽而言 確實 少了這些他們生活的畫面 其實是 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攝影展 除了我們戲裡面 沒有曝光的劇照之外 大概有十幾張吧 另外就是我們找了 五對雷斯別情侶 從二十歲到四十歲不等 對 然後我們是用了一個 跟蛋糕店合作的 定時甜點的概念 為他們拍了一些照片 以及關於他們生活的一些片段 我覺得每個人 對於創作這件事情的觀點 是不太一樣 對我而言是 我是一個機器悲觀的人 我覺得世界上所有事情 都不可能會發生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用所有幸福的概念 去讓這個世界 能夠有一點點的希望 所以如果你希望知道的是 關於同性戀 更多更多的故事 那你不會 可是如果你希望看到的是 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他們快樂而幸福的 他的戀愛 歡迎你跟我們一起來 那邊就是 看一下攝影展 吃個蛋糕 然後順便看一下就是 你本來想看 但沒有看到的幸福片段 是我不好 對 就這樣 謝謝大家 再給我看一看 其實我要先道歉一下 因為我昨天 我自己也出動態發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今天 算是我很久沒有主持一場活動 然後我用了一個故事 來引用大家過來 你們看我穿 就是黑色是因為我父親幫他過一次 然後他的告別是在明天 那我今天非常不應該在這裡 但是我出來嘛 因為答應了好朋友 那 所以我剛剛在看那個 醫生那一段的時候 抱他手啊 然後 就是爸爸 我跟爸爸和好是三年前 他確診癌症的時候 我才開始要回家 不然我已經長達 大概十年左右 我是不回家 就是吃免夜飯的 我一個人就是在外面生活 那我要道歉的是就是 對我來講 我覺得今天主場是 這部影片 還有這裡的故事 所以我 我沒有 用很多的時間講這些事情 如果你們有興趣 或許我有一天會在基地 做這些事情的分享 好 這是我的道歉 然後第二個道歉就是 我一直很對不起你們家的會計小姐 因為 就是我是一個很不愛錢的人 所以我常常會忘記跟錢有關的事情 那 我要做的迷補就是 今天基地有那個 彩虹旗的單售 還有 那個婚姻平權的紅包 都是在一百塊錢裡面 彩虹旗五十塊 然後 紅包幾個 六個是不是 六十九塊錢 我愛錢 見了不見 對 我真的超不愛錢 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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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好 你們真的是都比我熟 好 我有機會再跟大家說這些故事 謝謝你們今天來 那 我想你們應該是 開心的吧 今天晚上 是吧 是 那就謝謝大家囉 謝謝 好 那我們再次謝謝姓雪 然後導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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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一樣 我們在折五的最後結束之前 我們要預告一下 我們下個禮拜 哲學星期五呢 我們要 要談的議題 是有關於什麼 大家可能最近都有聽過一個四個字 叫做國際志工 或者是叫公義旅行 好 那所以下個禮拜呢 我們也會邀請到一位好朋友 他叫做 黃婷玉 叫Yvonne 他最近剛好有發表一本新書 那 談的就是有關於在泰美邊境的 這個難民的 這些國際志工的一些經驗 那我邀請到他來跟大家做分享 也歡迎大家下個禮拜呢 呃 同樣同一個時間 七點的時候在好辦這裡 那我們可以再次在這邊再次聚會來做討論這樣 然後一樣齁 因為其實折五 我剛剛講 這個我們是要靠大家溢注了嘛 但是我們也同時有負擔一個義務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把那個 來參與我們折五的NGO的夥伴 他們帶來的東西要把它賣光 所以 所以 比如像上次那個黃婷 蘇星來來賣電影票 我們就把電影票全部把它賣掉 然後一樣今天基地帶來那麼多東西 大家要多捧場好不好 不要讓他們 要把這麼重的東西要帶回去啦 要讓他們把錢帶回去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那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